我的前輩十八歲,我是十四歲的 她一開始是給我補習的事 你媽媽知道的 那之後還有沒有付錢呢? 你媽媽真厲害 真是一流 大家好,又回到圍爐取暖了 有把好俗識的大家好的聲音 對呀,那我知道你問什麼 上集去了哪裡 有些人說我什麼崩潰,去寶華 不知道什麼 當然不是 因為我上個星期寫了我的新書 就是《國家級任務 behind the dean》 大家看封面都知道 這本是一本後現代的文學巨著 沒有什麼的? 什麼沒有的? 什麼沒有的? 那方式沒有的,沒有下面的 我已經幫你撿大了 我已經… 這本本本想要是在書展買的 誰知道書展延期,沒辦法 不過《一百毛》是一個期間限定的 書籍外賣平台 bookpanda bookpanda,對 大家在七月買就有八折 還可以送上門的 而這段期間買我這本書 我會親密簽名寫給大家的 大家不要只顧著買它的屁股的書 對,還有我的書 我的其實也有露肉 露尾肉 露我的臉 等下吧 那今集就結束了 拜拜 你結束了 今天還有個個案 就是有關於一個14歲的男生 跟他的補習老師戀愛的故事 嘩,這麼短 那接他進來聽聽聽吧 Anson,可不可以說你的愛情故事? 聽聽聽聽聽呢 那我個案子就十八歲了 但是我就是十四歲的 那我跟他一開始是… 因為我媽媽就幫我找了一個補習老師 我就問我媽媽就看了他的照片 看到他笑的樣子 哇,很甜,很漂亮 因為那陣子那陣子就經常停課 就日就夜都這樣 在慢慢跟他相處的那兩個月中就發現自己是喜歡他 因為一開始就沒有機會 我喜歡他中錄 即使我肯,別人也不肯 拖著一個弟弟 嗯 之後的補習 有一次就… 他那時在給我電話 我就借電話這樣 就這樣一齊看 那又沒什麼縮 平日補習後,都只是WhatsApp WhatsApp,你感覺到他對你有意思嗎? 一點點吧,因為在對話間時有些比較親力 就這樣他都沒問題 例如呢? Baby Girl那些 Baby Girl 就有一次補習之前 那陣子剛剛播放的那一天 我一會吃午餐 那一天就很大雨 我就跟他用同一巴掌 很輸 我就跟他說 不如我幫你打掌 他說好,因為我比他高 當時我就用膽子擋著他的肩膀 哇 他擔心你擔心你 對吧 例如你立即看到我跟他 在那裡我們是全身的 之後我就說 不如你最喜歡吃的芒果雪糕 那他就說好 之後吃雪糕就… 你一口一口吃飯 為什麼我的童年不是這樣的? 哇,真的 那吃完之後 就一起搭車回家 因為他有空機 我沒有問我們就… 有空機聽著歌 那一刻我就喝不住 就牽著他的手 然後他又真的OK 之後我就問他 其實我們現在是不是在一起了 然後他就說是 那麼… 很正常 哇 他們所有行為都做得非常準確 和他的判斷都非常準確 所以你真的要找他做什麼老師 我真的拜你為師 那有沒有人知道呢 我媽和很熟很熟的朋友 你媽媽知道的 你媽媽還讓她上家 有沒有反對呢 我也記得她說兩句話就是 你不要放那麼多下去 因為真的沒有了你的時間 我會很痛 你媽媽很開通 對 還要她給錢的補習老師 打算教你… 怎樣教你第二件事 那之後你媽媽還有沒有給錢呢 有 你媽媽真是一流 你媽媽想用這個愛情激發你努力讀書 還有母愛真是偉大 我很照顧他的兒子 好啦 那麼最後有沒有一個好結果呢 沒有 到了最近的一次 他那天真是很奇怪 就送到他回家之後 他又不回覆我的訊息 又不接我的電話 你們一齊了多久 兩禮拜 繼續 那時候之後 他就無緣無故突然 天天簽字文給我 但我的內容就是 其實我對你沒有感覺 為何我一提 我當初其實是 不懂怎樣拒絕你 最後都說一句 我們以後不要再放鬆了 我那一刻是 我的心是碎戒 好像做甚麼都想理他 考試的時候 都看著他跟我一提 說過這甚麼人才會想理他 真的堅持不了 因為可能在那兩個禮拜裏面 發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是有些朋友 勸他不好 所以他就說沒有喜歡過你 會不會我們想得太成熟 雖然說帶他四年 但其實你說的是十幾歲 他可能貌貌言答應了之後 突然發覺這種都未必是喜歡 可能純粹覺得當下刺激 我知道 我是不應該給你任何幻想 但我應該會稱呼這件事 是情感上喜歡你 但是他理性上拒絕了你 真的怎樣 即是 即是當下那個化學反應 就去拖你 跟你說我喜歡你 他享受那個時刻 是的 但之後回到家可能時間多了 開始就理性了 即是可能是 好像有年齡差距 朋友又勸我不好 你覺得是不是呢 你覺得是不是這些原因呢 有機會 嗯 之前不聽Anson說 那個女生是準備 幾個月後去外國讀書的 咦 去外國讀書 是的 那是不同的方法 會不會是 就是我會說是否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外國讀書 不想長一點 有兩個方法 要是斬攬 要是再激情一點 即是我代入那個女生的角度去想 不是 我們才一起了兩個星期而已 那如果我再投入那幾個月 那之後長一點 那便很辛苦 即是長痛不如短痛 所以我覺得真心 他說對你沒有感覺是藉口 我想說 這幾天Anson 經常都半夜會WhatsApp我 說他很想念我 就是對 你做了他的導師 說他對生活很多東西都沒有熱情 其實可能他真的為你好 他怕他去了外國之後 你每天都是這樣過 只有一個人 對 你兩個星期 你已經這樣 你想像到 如果他跟你過了這個 很浪漫開心的兩個月 你之後就更痛苦 都沒有辦法你要學習 換轉這個方向去想 那兩個星期是你的回憶 我經常說回憶一定是未好的 你要向這個方向想 你的人才會正能量一點 我真的不想跟他的關係那麼強 我真的不想亂提 我都沒辦法做 因為我覺得 我都會被你感動 傳給他看 對 他會被你感動 我都覺得有些感動 我都心急 很甜蜜 那不如就值這個機會 給Anson對女生說一番說話 好嗎 對 有沒有一些說話 你想跟他講 導演把音樂給他 說真的 你說沒有感覺 我真的不相信 但是我都尊重的 還有明白的 但是也不重要 我想說的是 你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是我有什麼不開心不開心 都是第一個會想起你 我真的記得這就是我的過限 還有是你的出現 令到我慢慢知道讀書的重要性 我會努力讀書 一定會讀到大學 或者有機會遇到我的時候 我一定是一個很不同的人 你也要加油努力 我一定要開心才知道 All the best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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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聽完Anson說話 有時候我會上網笑 那些人 兩個禮拜叫老婆 那些覺得很MK 但現在這樣聽下去 原來那些年輕人 真的對愛情很認真 不 他100%就投下去 他想到就做那件事 其實我是尊敬他的 你真的要叫他做老師 很直接 很真摯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那個補習老師喜歡他 因為他真的有他的吸引 他很直接 真的很難得聽到一個 這麼哭得出的愛情故事 如果大家有什麼 同樣是這麼值得分開的故事 不妨跟我們說一下 大家記得CIS 是 C到女仔太多為止 好 拜拜 Ichik Iyai Ii Ii 书展延期 白卷出版社紧急宣布推出期间限定书籍外卖平台 Book Panda 只需登入tvmostmore.com 多本推介精神食糧任你选 书展与期间 无需优惠码 即向书展同等百折优惠 更可由Book Panda指定外卖仔送上门 画到自取点自取 看好书肯定叫Book Panda